各位听众,从8月1日开始,每周日上午9点播出,拿摩第三世多节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地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 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Nikolas Wangja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周日上午9点播出,敬请留意。 相隔窥治法师,长颜文理,摄入三藏,通晓经藏,善解行持法义,佛教政法中心创办人之一, 美国洛杉矶佛学院院长,台湾绝海经社,美国洛杉矶宝塔斯方丈, 著由《我不愿堕地狱》,相隔穷蛙第四世等书,为弘扬佛法与龙州仁波切创立佛教政法中心, 以及洛杉矶佛学院宝塔斯,目前常驻美国洛杉矶,并常赴世界各地鸿法立生。 继续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我们每周一次的《借心经》说真谛。 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还是继续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来自洛杉矶宝塔斯的住持,相隔窥至法师。 来,再有请法师,法师您好。 小伟吉祥,请坐我们大家吉祥。 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你有提到你在台湾的寺庙出家之后,感觉你已经要在当地好好地修行弘法。 可是你有解释为什么还要远渡重阳,来到了美国,也告诉了大家来到美国的目的。 听起来,您是要往更高境界的这种程度去修行。 可是我可以先请问法师您一个问题吗? 我以前了解到的有关于佛学的一些概念,有人都会提到一种叫慧根。 我就在想,那是不是要了解这种佛学、佛法,甚至你要去进入到佛教当中。 如果你不具备这种的慧根,那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 那如果想的话,那你可能不具备这种智慧。 那是不是我就没有了这种学习的机会? 我想请法师您来解答一下,我想有很多普通的听众可能会有这种的迷思。 有没有慧根,那是一回事。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你有没有上根? 上根跟慧根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一个人如果没有上根,他是很难遇上佛法。 遇上佛法,他也很难进来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有具有上根的话,所谓的上根呢,就是说,他能够分别善恶。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起码有这种分别的能力。 有一些人,他对善恶,他不会分别。 他做了坏事情,他不感觉他在做坏事。 他在害人家,他不感觉他是害人家。 这种人就没有上根。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他有惭愧心。 比如说,你不知道,你不会分别善恶。 但是人家跟你讲了,你现在知道了,你会为自己做错,害了别人的这种,你会感到惭愧。 如果说,你错了,人家跟你讲,你还跟人家变。 那这种人,基本上上根就是比他差一点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不会整天醉生梦死,有所好闲啊。 你不放异,你知道要把握人生,要努力,要向上,要向善。 那这种人呢,基本上都是具有上根。 所以具有上根的人,他听到佛话,接触到佛教之后,好像都是在讲他自己一样。 所以他一定会喜欢佛教,他会来学佛,会来修行。 所以呢,最主要的,我们要累积我们的上根。 就是说,一定呢,诸恶莫作,重上奉行。 我觉得这个才是比慧根更重要。 只要你有上根住了佛门,你慢慢学习,你的慧根就出来了。 那听起来这个门槛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而且我觉得可以依照这个佛法去修行,最起码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轨迹,对吧? 对。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法师问题的就是,如果用一些通俗易懂的形容啊, 那请问像个魁志法师,您会怎么去描述在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身边学习的时候, 还有时下一些常规的佛教徒,他们所学习的佛法,他们之间会有什么一些不一样吗? 我只能够说两者是天壤之格,是天差地别。 这就好像是说,你跟着一个大学教授去学习,那这位教授呢,他可以把你调教成为教授。 但是如果你是跟着一个幼稚眼的老师在学,哪怕你学得再好,你也只能教幼儿,甚至还会常常患错。 所以这个差别是太大了,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常规的佛教徒除了对佛教、佛学、佛法的这个概念混淆误解之外, 很多人认为打坐参禅就是在修行。 认为学我就是念念佛号,送送佛经,或者学论柱,或者参入禅机,明星见性,其实这都是错误的知见。 因为佛教的三藏经历论非常多,那这些经典呢,从早期的这个梵文、巴历文,然后再翻译成为汉文,乃至于其他的语言。 经过翻译之后呢,有一些文句就很难懂,尤其以前是文言文嘛,我们现在是白话文,这个也有一些学习上的障碍。 所以我刚刚提到那个慧根,我就在想是不是理解力也可以解释成为慧根,倒不是,其实这个道理应该是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跟你解释。 我们应该是要找到一个更容易,或是更能够适合我们去理解的方法。 是,所以这些经典经过翻译以后,有的难懂,甚至有一些法译啊,他在翻译过程已经流失了。 加上呢,剖起魔王的魔子魔神创改,所以一代一代,从释迦佛头到我们现在已经2500多年,这么长远的时空,遗留下来传到现在很多的经葬、经教。 包括,寺庙里面的出家人,这些僧众啊,每天早晚必须要修的招募客颂,都已经啊,正邪粉扎,被改了面目全灰,已经完全脱离了释迦佛头的正宗教法,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我不说时下常规佛教徒所学习的经论,有一些已经染上了血之血见,就是说高座在法台上的所谓的法王、佛佛、法师们,那绝大多数都是空谈理论、错解佛法。 因为不懂得真正的佛法,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依据如来正法,来修血而得到解脱成就。 所以现在啊,当今的这个佛教界,最常见到的,就是拿不出佛法的展示,体现不了圣正量。 我的佛头恩师,南无第三世多解枪我,是原始古佛应世,是世界佛教教方,是地球上第一位获得认证复义,恭贺最多,认证地位最高的将士佛头。 美国国会参与院,全票一次通过614号决议,冠名HH第三世多解枪我的称号,定性为世界佛教最高领袖的地位,这是对枪佛身份的正式认定。 在2018年跟2021年的5月15日当天,美国国会升起了美国国取向世界佛教教皇,南无第三世多解枪我,祝寿致敬。 华盛顿DC的邮政总局,也特别发行了国会升起祝贺HH第三世多解枪我,佛弹纪念首日风。 我的佛弹纪念首,南无第三世多解枪我,鼎盛如来,是当今唯一的祝寿佛头,是至高无上的聚盛德。 枪佛将士带来了系统完整的教法,告诉众生,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如何修写真正的佛法, 对于古德门有讲错的地方,也一一做了更正。 所以呢,南无第三世多解枪我的说法,正本清言,救度了末法时期的众生, 也解决了现在佛教界里面的一些乱象。 南无第三世多解枪我所说的法,十方诸佛,多次显胜确认是如来正话。 在戒心经说真谛这个经典举行所次发行加持法会的时候,当天我亲自在场, 佛头们降下了三色甘露,来证实这个经典,就是戒心经说真谛是佛头说的法。 那认证第三世多解枪我是真正的古佛降世。 南无第三世多解枪我的说法,与南无释迦摩尼佛的三藏教育一脉相成理地一体。 也就是说,第三世多解枪我的佛法,就是释迦摩尼佛的佛法。 释迦摩尼佛的佛法就是第三世多解枪我的佛法。 那我能够亲近在佛头师傅身边来修学,那比起我以前在常规佛教里面所学的,那当然是不能同日而已。 我公文佛头师傅的法音,拜读佛头师傅所谓的经书,领受教法,我才开始对如来正话有了全盘的认识。 那当然这其中的受用非常的多,远远超过了自己过去啊,数十年在佛教中所学的。 但是,身为佛弟子的我,我真正感受体会最深,最大,最多的,就是佛头师傅,光明圣洁,纯净崇高,大悲无师的佛德。 相格奎治法师,您刚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就正正回答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一档的节目。 其实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每一期的分享,能够让大家真的了解,南摩第三是多杰羌佛,他所现在跟大家讲的戒心经说真谛,在里面分享的各种的佛学的观念,与常规佛教徒,你们所听到的,或是学习到的佛学,有哪一些的不一样。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密切留意我们的分享的内容,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给大家更多的启发。 那戒心经说真谛这本经书在2014年,3月7号的时候,在美国的圣基寺首度举行了加持法会。 那我知道香格奎治法师,您当时也是亲身在现场的,对吧? 我在现场。 对,那你在前一段你有提到,有看到显圣的这个确认,还有一些圣基。 那我想特别请问的就是,您可以说一说,佛陀是怎么来显圣确认? 那么特别想知道的这个圣基的部分。 那我就来说一说,戒心经说真谛,首次发行汇聚伐水夹子的法会圣基。 我们都知道,拿某第三次多杰枪火说法的戒心经说真谛,是精妙绝世的无上法宝。 那么为了防止,骗子,学诗,断章取义,来创改乃至于道运,来遗害众生。 所以在2014年3月,由法师任波切及四众弟子们修完了六部大法之后, 在美国三藏寺举行了戒心经说真谛,首次发行加持法会。 那一次的法会是由陆东藏法房来主谈,在拿某第三次多杰枪火的地方, 恭请一波道三藏寺,准备汇聚六部法水在波中。 那目的是用来加持戒心经说真谛,首发纪念版,来加持那个印章,首发纪念版的印章,还有印尼。 还有作为戒心经说真谛以后出版专用的加持法水。 那次的法会是为了这个而举行的。 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法会的供台上就只供奉着戒心经说真谛经典。 那法会开始由供奉佛佛呢,把请来的衣波洗得非常干净。 洗干净的这个纸巾同波呢,就盖上了一个透明的水晶波盖,然后放在祈福台。 那与会的仁波切法师们就共同持送经座。 大约过了二十几分钟,突然同风呼啸,奔雷滚荡,那个滚地雷啊,那个滚地雷。 复法隆天驾临,仿佛间房顶上好像有一丝丝的那个光影就进入波中。 我们认为这个是一种加持力。 那等到经座持送停下来以后,供奉佛佛正准备将六杯滑水倒进波中的时候,突然通过透明的水晶波盖看到波中放光。 供奉佛佛呢,他定睛一看,原来波内竟然降下了非常多的甘露。 这个甘露啊,他还是活动性的,而且呢,这些甘露都是站立起来。 他不是人间物品的形状。 从洗净波,波中空无一户开始,一直到波内降下了甘露。 那我们呢,离那个伊波呢,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没有人走近过。 佛同门清零虚空,佛生生降下了三色甘露。 那这些甘露呢,化光,穿过房顶跟水晶波盖,进入波中。 美妙啊,殊胜无比。 这是佛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京世圣集。 那在这里我需要说清楚的是,南无第三世多姐强火,没有参与那一天汇聚滑水的法会。 杜中正法王,他祖坛,但是也没有祈求降甘露。 而且我们心里都明白,也都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哪一个法王、仁波界、法师,有功德、道量,请得动佛来降甘露。 谁有那个本事,想都别想,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请佛降甘露。 我们大家想一想,仅凭供南无第三世多姐强火说法的《戒心经》说真谛这本经典,就赶召了佛头们降下三色甘露。 那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戒心经》说真谛,自最至高无上,我的佛头恩师,南无第三世多姐强火,亲说如来大法。 正因为是佛头亲口所说的法,所以才赶召了诸佛来降下三色甘露。 证明第三世多姐强火是真正三身圆满的佛头,来确定这是一本佛说的真经,是真正佛头所说的无善真谛。 那你想供奉一本这个《戒心经》说真谛,就赶召了佛来降甘露。 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拿现在的佛教的经典来供奉,也可以赶召佛来降甘露呢?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现在的三藏佛教的经典经历论,那是释交佛头不注释之后,是由阿罗汉们他们解极,凭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的。 所以这个经典第一句都是如是我闻,它是凭记忆记下来的。 它不是佛亲说的《戒心经》说真谛,是真正古佛真身降世南无第三世多姐强火,亲口所说的如来大法。 所以才能够赶召佛来降甘露。 只有佛陀真身收法,才能够如此赶召诸佛降临。 除了佛陀,任何菩萨都没有资格赶召诸佛菩萨。 若不是岩石古佛多姐强火真身降世,谁有如此高的绝境,那是不可能的。 那也因为这个法会期间出现了这么巨大殊胜的圣基,所以岩有的三藏寺就改名为现在的圣基士。 后来,类似这样的圣基就屡屡出现了。 有一次,圣基士的上空突然来了十几万只鹦鹉,叫声震而欲聋。 他们的叫声之大,让人跟人在下面讲话都听不到。 真是含有殊胜,吉祥至极。 那我刚才讲的,我亲身在场的这个法会,它有完整的实况录像带。 这个录像带的名称叫佛陀门认证的第三世多姐强火。 这个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可以找来看。 所以有兴趣的,如果你觉得想看到的,也都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到甘露,这个甘露不是我们人间的物品,那法会已经圆满了行人有福了。 凡是请到法恩出版社出版的《戒心经说真谛》,每一本都撒有佛陀从天而降的真经甘露伐水,具有特别的殊胜加持力。 这一本真经甘露加持的《戒心经说真谛》所在之处,一切魔鬼都不敢来伤害。 所以如果我们有听众想取得《戒心经说真谛》这本经书的话, 我们在节目的尾端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可以和圣基寺去联络,怎么样可以拿到,或是怎么可以取得《戒心经说真谛》的经书。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能不能请向个魁志法师您给我们一些听众, 如果说他对于佛学有兴趣的,或者说每一期的内容他听到之后有一些疑惑的, 您会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他们,他们也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能够解惑呢? 如果节目听众中有兴趣来学佛或者有疑惑的, 欢迎你们到圣基寺或美国洛杉矶宝塔寺洛杉矶佛学院来听闻拿摩第三次多杰枪火的佛法。 因为众生的问题在枪火的法案中都可以得到答案, 无论是圆满世间法的福报,或者是圆满出世间的解脱, 枪火都为有缘众生开敷了最好的法门。 在当今这个时代,科剧发展非常快速,社会局局变变化, 生活中有太多各种诱惑,每个人忙于奔波, 情绪浮躁,心里烦闷,难免被外境纠结。 如果说你能够定期来听闻佛头的法音, 这个法音就像清泉一样,洗涤我们心灵的这些污垢, 烦恼减少,内心得到清静。 而且听了法音之后,你树立了政治证件, 在忙碌之间随时可以修正自己的行为语言, 佐证自己的道路,减少造业。 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 还有一个方法,当然就是每一期也留意我们的节目分享的内容。 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后, 关注我们留给大家的信息,还有联系的电话。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宝塔寺的香格奎之法师, 谢谢您的分享,也希望今天您分享的内容能够启发更多的人。 再次谢谢法师。 谢谢。 谢谢。 从8月1日开始,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播出, 拿摩第三世多节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经书工读, 敬请留意。 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 请与圣基寺联络, 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